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在稍微就是在这个社会调查这个第一个层级的课程之后呢 我们就会开始有比较属于进阶提案跟实作型的课程 那这样子的课程总共分成三个主题 而共同建构了所谓的高雄学 所以高雄学各位如果来参加 你们会觉得有啦这个也是会出去玩 所以大家不要害怕 不要因为这样子就不选课哦 而且这个就在旁边而已好不好 所以我们的这个 就是今天我其实是代表我们系上的这五位 甚至是有更多的老师 代表社会学系跟这些地方组织 来跟各位分享 如果你们想要学高雄学 那会学到什么 这样子 首先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哦 就是高雄是一个有海港 然后有港口有船 有飞机的地方 然后它是一个历经了不同的时代 然后甚至因为语言的转译之后 产生最后它现在的名字 来考试一下 请问一下 如果你是什么 什么状况 KHC代表的是什么 高雄CityNo 这是KHH大家知道吗 就是如果你搭飞机的时候 高雄就叫KHH 请问一下 高雄KHC是什么 对 坐船的时候 很厉害 OK 还有 还有如果你是包裹的时候 你就会 你就会发现高雄叫做KHC OK 高雄Custom OK 我们是海关 好 所以呢 第一件事情 其实我们需要跟大家来讨论的事情是 我们生存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然后 在这个世界 不论我们 尤其是在我们念大学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关切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关切的事情应该是跟你自己最有关的 然后 所以在这个高雄学的一开始 其实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去学习的一个策略工具 就是我们的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的17项目标 那特别我发现在2019年的 High Level Political Forum里面 它特别选定了今年度的重点发展几个目标 包含高等教育 良好的教育 然后减少不平等 然后甚至是 这个经济成长大家知道的地方创生圆滅 然后再来还有气候行动 然后和平正义以及伙伴关系 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 其实我们会邀请到 我们会邀请到就是目前在台湾 就是这位我们的这位引导师是我的好朋友 他们有创立了一个有一间公司叫做Plan B 那为什么要叫Plan B呢 因为这个世界永远需要一个第二计划 因为我们一直在前面他的状况之下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所以这个所谓的策略工具 就会贯穿在这个两天的工作坊里面 去帮助大家去了解议题之后 然后去找到我们要请问一下 我们要为我们的生存的世界 提出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下一个世代的提案 这个问题应该是 社会系的学生常常会遇到的 大家觉得富裕会比贫穷比较快乐吗 那如果我们要去的地方 在齐金古山跟岩城 这个地方的人 有一些人 一辈子很努力工作 然后他现在一个人独居 有些人一家和乐 可是他们没有钱 那遇到这些状况 其实各种的研究显示出来 就是事实上经济成长跟快乐 有各种不同 就是互相矛盾的说法 那我们如果反思我们现在念书生活这个地方 我们怎样去面对我们的这些问题呢 OK 所以他没有一个正确答案 需要靠各位前进到高雄 然后去社区里面把这些问题挖出来 然后你也透过你自己的所学习的事情 能够去了解之后 然后提出一个可能的solution OK 所以我们的方法的部分呢 则是会在这两天里面 你会 我们会使用这个 Design Thinking for Greater Good OK 你们可能上过很多 我知道现在很多学生都已经有上过 这些思考的课程 可是 所谓的for Greater Good 就是你不再是只是思考你的产品 是不是 会有人愿意去买单 不见得 而是说你怎么学会去向大众提案 那所以这四个问题也是所有的同学 如果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可以去问我要做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 那如果不是这样呢 那第三个问题是 我怎么样让人家觉得我这个很酷 最后一个是 那怎么样我才可以让这个很好的想法 可以真正的实践落地延续下去 OK 所以这个会是我们的方法 那这个事情我就想要 因为我们从永续发展目标开始 我就想要跟各位去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 你们知道就是这个所谓的地球超载日 我们已经从1970年的地球超载日 它的意思就是说 地球所一年 我们每天生活所使用的这些资源 跟这些事情 它大概在每一年 大概在几月几号的时候 地球的这个资源会被用完 那我们已经从1970年的1月1号 这时候起算到现在2018年 正式达到新高 就是8月1号 也就是我们事实上生活在 这个地球上面 然后我们的生活的形态呢 我们在8月1号已经把这一年 我们要使用的资源用完了 那剩下4个月怎么办呢 那遇到了这样的状况 你们看 但是并不是 这些问题不是我们美 不是我们单独一个人所造成的 举例来说你看国家 像卡达 他在2月5号的时候 就已经把他们的 那个所谓的资源用完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可能 生活的形态是这样子 那这样子全球 这样子平均下来的时候 我们共同面对的这件事情是 我们现在已经 操用了4个月了 那我们有没有机会 像这个刚刚说的这个hashtag 他有一个国际的campaign 叫做move the date OK 我们怎么去移动这个日期 把它 该不会说我们怎么移动这个日期 把它再往前一点好了 OK 那这样大家应该都还蛮努力的 在做这件事情的 OK 所以回到这件事情 就跟各位分享 高雄学的这个共学群呢 到底在过去4到5年呢 在做哪些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们有一个主题叫 社区文状与地方创生 地方创生是今年才加的 我也因应政府的策略 OK 第二件事情是 在地安老与社会设计 第三件事情是 永续发展与社会创新 那社区文状与地方创生 举例来说 我们已经建置了一个录音室 然后它有一个电台 那这个电台呢 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你可以去制作一个节目 你自己有能力去制作一个节目 如果是你 你可能会觉得 那我没有什么事情是我想要谈的 那你怎么把它整理成一个节目 第二件事情 在地安老 各位看到这里面 这些全部都是 除了这位以外 都是中山大学的学生 OK 那他们在那边干嘛 因为这个是在应该是在前年的黑沙丸艺记的时候 请问一下如果你们办活动的时候 是不是都要搭帐篷 搭帐篷的时候是不是都要花很多钱 然后呢 社会系的学生在那一年 应该是到体经去的时候呢 他们在延续的其中一个课 就是高领服务设计 然后跟在地工艺的发掘之后 发展到最后这个叫老年学的社会实作 那你会觉得搭这个竹架子跟老年学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 这个架子叫做苍阿辽 它代表的意思是台湾的 苍阿辽它是一种暂时的 暂时的怎么讲建筑物 那它是在特定因应在台湾的居民 它在捕鱼的季节的时候 他们必须全时24小时是没有办法回家的 他们会在海边搭建这个苍阿辽之后 一看到时间对了 他们渔船就开出去了 所以像这样子的建筑物 其实在复刻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发掘出很多海港海洋 我们不是只有海鲜文化 我们应该是属于海洋的人民 然后我们应该要了解这些海洋的文化 那永续发展与社会创新的话 则是举例来说 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这里屋顶有个菜园吗 可食地景 然后海科院当然有一个大概15倍大的 更厉害然后他们研究生在我们的岛里面说 他们念paper的时候累的时候会去屋顶上采一个菜来吃啦 我都不相信 有没有海科院的海科院的举手 你们有去采菜来吃吗 真的 没有 念paper很累的时候摘菜来吃这件事情 他写paper他不念paper 哦 ok 他写paper 所以我们有一位邱老师 邱花妹老师 他就是非常专注在永续发展跟社会创新的部分 包含校内的用电的计算 然后在这个地方自主的这些议题的自主倡议 所以我们要去哪里 我们要去这里 骑津社会开创基地 他曾经是海军帝氏造船长的技工宿舍 然后他从日治时期 其实这个地方他就一直是渔船的制造基地 那从这个地方他可以看出 整个时代的推移的时候 他的不同的任务啊 然后还有就是到现在 在跟那个附近的居民的关系 那现在他是一个中山高师大高海大 然后协力一起经营的这个空间 那我们的金森电台也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要去这个地方 可是我们要做的事情的题目 都在你们的身上 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场域 要让你们去探索 然后我们会用这些方法 去带着大家去讨论了一些议题之后 然后能够去阐出 你认为怎么去帮忙高雄 成为一个更好的城市的提案 OK 所以工作方之后 我们要怎么办呢 依据刚刚讲的这三个主题 延续下来的话 其实我们现在的计划 应该是说会往下延伸到 所谓的城市是一个故事馆的计划 那这个计划的话 它现在就有一些延伸的课程 也就是说 如果说对你来说 你在这个工作方里面 你想要做的事情 或者是你在全台湾的这些工作方之后 有一些你很想要延续的题目 其实你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课程 以及老师来帮忙你往下去发展你的专题 或者是发展你觉得有兴趣的事情 OK 所以给各位的一件事情 就是对于台湾来说 海是道路不是阻隔 它是一个我们要去前进到全世界的一个地方 然后呢 各位第一个练习就是从这里想办法到奇景去 就是你们最五月份五月十八跟十九号的时候 学习出走到奇景去 然后回来往返个几趟之后 你就会开始喜欢做出去了 OK 谢谢大家 然后这是我们之前 这个是中文系的学生的作品 大二 那我们有一个高雄学的线上策展行动为学分的 的一个课程 那其实这个学生他想要表现的一件事情是 他就要离开高雄了 就是他的到达跟他的离开 OK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